周圍全是石頭 往外探索卻別有千秋 地獄就在遙遠盡頭 而終界不遠不罷休 這就是只有石頭的世界3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我們現在遇到一個 隨機世界突然天降了好多 怪怪的東西喔 哇 天空的開始 我們得到一些神秘花還有鑽石欸 它就從天而降 但是我們天上都是石頭啊 我們遇到神秘的隨機世界了 下一步要往哪邊發展呢 下面看起來是可以得到黃金 就是用這個洗水洗洗劫的方式呢 獲得黃金我想應該是洗沙子之類的 那另外的粉碎輪 這邊的話就是先來弄一些金屬的東西 或往上呢 岩漿哎 岩漿要怎麼獲得 有一個木頭棒指拿著它呢 對石頭使用呢就可以得到岩漿 這麼厲害 這什麼比打火石還厲害 把石頭變成岩漿的一個工具 哎而且只要這麼簡單嗎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用 直接 哦有在摩擦嗎哦 哎這麼厲害 哈哈 我們往這邊岩漿要流下去 裡面下面的生活全部都要沒了 安德是不是看到我了 燒他 他上來的話就是拿這個槌揍他了 岩漿 我想我可能會需要蠻多的 我們先把這邊都變岩漿好了 這個棒呢可以用四次 耐久就沒了 哇 這個版本中呢還沒有無限岩漿 但是我們後續呢 好像要做這個鵝卵石產生機哦 材料是壓縮的石頭 還有岩漿水桶各一頭呢還要玻璃 哇這壓縮石頭那我還要燒石頭哎 那在等石頭燒的時間呢我們旁邊的來做一個動力區好了 我們要改做水車 我們之後的摩摩呢或是要燒東西呢 就不用手動這麼麻煩了 哇只這個一個五成五 我們空間 再往旁邊挖的話又又好像有點太大 但不想又不想手動挖好大片哦 好啦這空間應該夠我們先弄個水車吧 這裡的水車呢只要一個大純 人家上八個半磚就能做到了 我們應該是直接跨越他的任務吧 水車方便的話其實放水平的這裡 這樣子 然後來看一下我們要逆的方向來流 有一個最高倍率的角度 大概這邊吧 好有沒有速度超快水力學 這樣子放平面的 這個動力已經是最大的一個狀態了 然後我們從上面這邊接上齒輪之後呢 石磨街上他就可以自己轉了 我終於不用再手動了 我的歷史丟進去 啊開心 哦這我上面應該有一種別的漏斗可以做 可以做一個滑潮讓物品溜下來 但這個需要鐵板 那哎我們有鐵錘 這個鐵錘 ok 直接做哎 那我們現在準備多一點歷史 這邊先把鵝軟形壓縮起來再挖掉 這樣子一次有九顆 他的耐久就不會消耗這麼多了 然後我們就讓他自己磨 ok 哎盆住去了 大概滿了 那我們手動收一下 哎有了 方便之前我會磨到要餓死 但現在可以拿到好多鐵了 那我們可以來做一個鵝軟石產生機的 機器了 這個世代一 這個要怎麼用 咚咚 放出來就會產生了嗎 咚咚 我們現在領一下獎勵 哦魔法磁鐵的 火天涅的東西 然後哦我直接拿到四級了是不是 啊 我不用做升級了 我直接拿到高級的哈哈哈 但是 這個要怎麼用 一級的每兩秒就會產生一個鵝軟石 那好像會直接放在周圍的空間 好像發生一個寶物蜜蜂哎 他生存在附近的趕快來解決他吧 哎 在上面那個是不是 哎出現了蜜蜂出現了 好多隻哦 有掉東西嗎哇動作 哦 有東西有東西 怪物的靈魂 任務完成了耶 解決了還有些升級還掉黃金 我東西很不錯哎 寶物蜜蜂 但是我要死掉 我要毒死了 是不會死掉了 好但是我現在好餓哦 然後趕快報的 哎小麥熟了一個 甜菜 馬鈴薯 哦我們現在這個只要按右鍵 就可以直接收成了很方便 但是沒有加速 目前沒辦法直接加速啊 我打算現在做一個機械斷壓機 這邊可以把各種基礎壓扁 我們要來做一個機殼 他這個合成方式有點不一樣 他是把原木先剝皮 剝皮之後呢再放上鞍山合金 好轉換的 然後再把它挖掉 做法好不一樣哦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來壓鐵板呢 就不用手動敲 只是這個呢 我的動力不知道夠不夠 先做一個齒輪箱 然後我們改變一下他的方向 吹著版本 然後接到這邊來這樣子 接錯邊哎有嗎有在轉好可以 我們把鐵板 壓 現在動力比較低水非常慢 蹦渴 壓 有了扁了 ok 我們來做溜槽的 有了這個應該就有辦法 把我的鵝卵石露出來的吧 我想說我放在這個箱子裡面 可能還是需要有一個中間的 像漏斗的東西吧 這樣 有哎有哎好多好多 他這個暗訓者可以看到 他裡面有儲存非常多的鵝卵石 這個也是 這個看得到嗎 目前有64個這個只有64 這好像可以儲存到哇 我不用自己挖了 好多呦 這個用不完的這一集的誰要呢 不過任務後面會需要 因為我們需要把它升級上去 才可以得到這個任務的獎勵 那我們這個之後再說 因為他要用灌注的方式要焦黑石哦 今天把我們的石膜呢 稍微做點簡單的自動化 我們直接上漏斗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大堆礫石通通塞進去 然後他魔王就會自動往下漏 漏到下面來放到箱子裡面 我們這樣就不用手動收成了 他裡面量呢一次只能放一組 然後就會慢慢的磨 但目前這個是比較慢的方式 之後可以再做升級了 我們希望這個方式先拿一些體 那接下來我們的任務呢 鼓風機這個 要散葉那這要敲扁 粉碎文的話像是加強版的石膜 他可以磨出更多的金屬量 哇但這個好貴 他自己的合成要這麼多東西啊 而且我們還要用機器製造 這個合成器要這麼多哦 我來看一下 真空管我記得這個要石英內 石英我拿不到吧 啊我們大概 水洗的方式可以洗出來嗎 可以哦 把靈魂沙 或是碎的金黃金也可以洗出 有50%能有這個石英 那靈魂沙的話啊 那我們要獲得這個沙子 主要是要洗到石英吧 哎但黃金機率比較高哎 靈魂沙只有10%機率會有石英 那目前能拿到黃金的方式呢 是洗沙子吧 這邊有19%機率可以得到黃金 哇其他很多的各種金屬 哇會很雜哎東西非常的多 那這邊煙燻 這應該跟食物有關 烤肉烤麵包 這邊都不用燃料了 另外岩漿 這個嘛應該還用不到 沒什麼特別要燒的 寶箱蜜蜂好像又出現了哎 可是我們家每次要找他 我就得 我就得挖出一條洞 哎他已經死掉了 啊他東西被擠上去了不要 他他走了 哇那是什麼東西 哇這個蜜蜂怎麼已經被壓扁了 他東西被擠上去了 因為這邊是石心的 所以他變成物品的話 他會擠到最頂端 我拿不到了 靈魂火的話批次換魂 這個名字還蠻帥的 他可以直接改變哎 甜美變螢光煤 是可以這樣轉變的嗎 這邊先把我們的古風機接上 把目前是用吸的 是因為齒輪的數量不對 距離不對 他要用一個反轉器 在後面再接一個齒輪箱 這個就會讓他再反轉一次訊號 所以他現在就是往前吹 那我只需要在這裡放水 啊其實我放水會影響到旁邊的水車 所以我可能要稍微擋住一下 稍微這樣子 然後讓水不要亂流 那我記得可以用半磚的方式把它擋住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這個水器 這個風變成藍色的 有了他洗好了粒子技術 得到什麼 他一次洗就洗一大坨 好多哦 連銅都有了 啊但重點黃金哇 有9個 量其實很多哎 雜七雜八什麼都有 數量還蠻多的 那我們這邊石膜呢 他可以順便磨出沙子 然後我們沙子就放在旁邊磨 我那個鐵金超多的耶 哇 已經有這麼多了 煤炭現在又有到嗎 因為我們岩漿哦 算是可以無限吧 那心心目前量只有這樣 然後順便把我們的烹飪鍋架起來 這樣子我們可以煮料理了 我們現在做點甜菜湯 他有一點放鬆三分鐘 吃一下 哦 兩位聖品好多了好多了 我們現在食物呢 甜菜他只要三個就可以做 在那個鍋子裡面算是比較好做的 那剩下就是馬鈴薯要烤 然後 小麥小麥大概是要做成麵包吧 這個之後再把各種料理先準備一下 找一個比較實用比較飽的料理 甜菜目前還可以用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洗出來的 嗯 我們覺得我們是需要燒黃金 我這邊已經在燒了 所以我這邊只要把它分解 這樣子 任務完成 ok 我們現在得到這個 然後接下來的綠寶石 好像要洗別的東西哦 這邊就需要礫石 然後有5%的機會 哎5%加2% 他為什麼要分開寫 所以總共有7%的機會得到 來吧丟了個三組的礫石進去 我們現在開始懶到想說 這個放置能不能一大片放置呢 應該有這樣的工具 等一下來找找看 從這邊全部都放出來 然後再大量的一次挖掉啊 算是很快的啦 那就想要更方便一點 那這邊 還需要繼續磨嗎 再磨一下好了 那這邊的綠寶石鑽石 我覺得不嫌少 多放一點 青金石也太多了吧 綠寶石已經有20幾顆了 他還有沙粒 好多東西哦 鑽石也有了 哎這個量真多 看了一下說明 好像是可以趕走一些入侵者 難道是掠奪者那些 不會來嗎 總之我們任務是完成了 啊哎呦哈哈 他這樣放出來了哎 登登 這是沒有律師的意思啊 他是可以防止流浪商人 產生在附近了 啊為什麼流浪商人不好嗎 得到三叉擊了 我用一個武器了 ok 三叉擊 所以流浪商人 哎我覺得那哎可以可以流浪 用商人來一下 我說不定可以換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ok 那我們今天呢 差不多先玩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我們今天已經把這個自動的 磨石機各種的鐵拉心都可以獲得 沒探到是用太到 然後洗滴機 這邊洗到一大堆東西 哎這樣其實我們鑽石裝全套不是問題 當然我們現在也不需要戰鬥了 啊但底下很多怪 紫水晶機率好低哦 然後鐵力一大堆 鑽石倒是已經33顆 一組裝備倒是沒問題了耶 輕輕實的是多到 應該是不需要這麼多 所以我們直接從實際時代呢 進步到鑽石時代了 我們之後的發展也可以更加的快速下去 那感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系列 別忘了按下你的喜歡支持一下 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